警察大声呵斥叫所有人通通趴下 黑色上衣男子以及白衣女子只能乖乖就范 因为他们稍早竟然把别人拘禁在房子里面 还用棍棒殴打 所有人马上被带走跟着警方走下楼梯 援警手上还拿着刚刚查获的犯罪工具 准备回警局要厘清到底怎么回事 事发在基隆一号晚间六点多 张姓被害人疑似和廖姓男子有两万元的金钱纠纷 双方商与要谈判疑似招设不成发生冲突 他遭对方殴打还被拘禁在房子里 其中还有一名一起陪同谈判的王姓男子 被要求交出手机就被放走 逃出后赶紧报案 张姓被害人被救出时全身伤痕累累 手部全是瘀青 头部也遭到棍棒重击 事后也寻现把相关涉害嫌犯通通逮了回来 警方讯后依伤害防害自由 强盗罪将四名嫌犯移送罚办 只是因为几万元没还钱就痛下毒手 甚至限制对方行动 现在不仅钱没讨成 还得先背上一笔前科 TVB新闻刘欣奎 徐云婷基隆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